每一次你得了感冒,你会去一片抗生素吗? 溜鼻涕,去一片,喉咙痛,去一片,从医生求一片,从朋友来一片,再去一片,再去一片,再去一片,你肯定好好地保护了自己吧。 不对,你去的抗生素没有消灭掉一些最强壮的病菌,而且这些病菌会坚持繁衍。 我们要是过动使用抗生素的话,它们会越来越无用。 自然选择说只有最强壮的生物会生存。 当抗生素杀病菌的时候,有抗药性的还会生存下来。 如果它经常发生,它们会继续繁养,直到发病更严重,不能治疗了。 那这对治疗疾病有什么影响呢? 抗生素让了我们一致器官,用化疗致癌症和治疗致命的感染。 抗生素要是无用的话,这些救命的治疗会消失。 在抗生素以前,医生常需要用截肢去治疗脊肢体的感染。 要是抗生素的效用消失的话,我们可能需要回到那些危险的方法。 但是这是可以避免的,有一些方法你能帮助保持抗生素的药性。 第一,总是要吃完一副药。 没被吃完的一副药方可能不会治疗你的病,而且能够制造有抗药性的病菌。 第二,证实你的病是被病菌制造的,抗生素对病毒一点用处都没有。 第三,保重健康和不要浪费,有小病试着避免吃抗生素,和不得病是最好的方法。 抗药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它,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不良的习惯。 请尊重这些忠告,帮着保留我们珍贵的抗生素。 谢谢大家。